美國隊對南蘇丹在熱身賽已經對過了 當時賽前也不少人認為 這個組合都是毫無懸念的對決 大眾都認為最終美國隊都能夠大炒收場 但沒想到竟然差點爆了個大懶 美國隊要去到最後的十幾秒才能夠反超比分 最終都只能夠靠著立邦占士的坦克上籃 才能夠贏回1分收場 而今場正賽 很多人都期待著南蘇丹可以創造奇蹟打敗美國隊 但美國隊都沒有容許這件事發生 他們都吸收了上場的經驗 讓他們都可以更輕鬆地面對這場比賽 而今場 他們比起熱身賽的時候 都作出了更多的變化和調整 商場大家熱議的Jason Hatton 都終於被安排上場 跟被安排正選出戰 而相反 Joel Emb 就由長期的正選被打到後備 甚至是連場也沒得出 而為什麼Steve Kerr 要做到這麼極端呢 MB 會不會從此就被棄用呢 個人認為就未必會 當然 美國隊這場雖然能夠大炒對手 但其實他們依然都有不少的問題 有不少的弱點是暴露了出來 大家好 歡迎收看莊子的籃球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美國隊對南蘇丹的調整 以及他們仍然存在的問題 在美國對南蘇丹的比賽 在日本隊那麼多場的比賽 都讓我們知道 在奧運這些一場過比賽裡面 都存在著很多的不穩定因素 一場的三分大爆發 都可能帶走比賽 即使面對著陣容實力 都比自己強大的球隊 都仍然是有力一戰的 而南蘇丹上場能夠領先美國隊 高達16分的原因 某程度上 都是因為他們雙半場無解的三分球 加上他們都很高大 運動能力 速度和對抗性 和美國隊相比都是不落下風 在身材沒有處於下風 加上手感火熱的情況之下 即使是美國 都不得不被打開比分 而MB 今場被直接DMP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跟上場打南蘇丹有關 上場南蘇丹都不斷針對著他的腳步慢 和打檔測試沉底的弱點來打 變相都促成了他們三分大爆發的原因之一 而今場都可以看到美國隊打了更多的換防 來防止南蘇丹有三分出手的空間 MB 腳步的問題 也是做不到換防的策略 面對南蘇丹有高又快又具機動性的打法 都是更易被針對的 加上在過去幾場比賽中 都可以見到 MB 那套需要圍繞他們來打的打法 在那麼多明星在陣的情況下 都是不可行的 在攻防都沒有任何優勢的情況下 今場Steve Kerr 直接DMP他 換上身材和運動能力更平衡的Jason Tatum 以及Anthony Davids 都是可以理解的事 造成了這套 Curry、Booker、Jason Tatum、Nabon James 以及AD的正選陣容 他們在防擋測試 1至5號位都會先行無限換防 再利用夾擊輪轉 來保護Curry和Booker 不要給高度錯位點名顏色 AD 雖然不如MB 那麼大隻 但他機動性更強 換防操擋能力更出色 當美國隊採用無限換防 就能夠最大化AD 的防守優勢 所以用這個防守策略 換他上來都是很正常的事 不過這樣 都不是代表MB 從此就會被雪藏 他對於擁有著強力內線的球隊 仍然是有著不少的作用 因此這次個人認為 收起MB 都只是戰略性調整 都不用過分解讀太多 而這場美國隊的勝仗 也是一如既往地 尿了他們陣容深度的優勢 也再次打出後備比正選更好的表現 南蘇丹的陣容 都正如之前所說 是一套蜘蛛人的陣容 由2號位至5號位都是身高 有6尺5、6尺7、6尺9和6尺9吋的球員 雖然他們的身高都不是很高 但都是手長腳長 而且運動能力都很強 整體感覺就好像有幾個KD在場上一樣 而這些又有身材又靈活的陣容 其實都幾為黑住Curvy這些射手 Curvy的身材和運動能力都不強 擺脫對手很多時都需要依靠掩護 勇士很多時都會為他設置多重掩護 你要為他尋找出手的空間 但這場南蘇丹的球員速度太快 又手長腳長 不斷為Curvy帶來干擾 而且在場的隊友都是全明星 或者會有人幫你擋一下 但都不可能整隊都圍繞著他不停擋拆 加上明星的掩護質素有幾好 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 因此Curvy的表現才夠不穩定 對南蘇丹這些手長怪才那麼辛苦 而同樣地 防守點Curvy都是比較需要更多的支援 在勇士他們的風扇都會時刻注意 協防Curvy 而美國隊其實都有這樣做 但默契都未成形 效果都是比較一般 而南蘇丹這場都擺出了聯防收縮內線 亦令到Jason Hitton 立邦詹斯和AD等人都打得這麼為辛苦 Hitton的進攻不穩定 立邦詹斯就負責大節奏進行防守反擊 陣地戰追著南蘇丹身材最差的Karlick Jones來打 面對著新高手場運動能力強的南蘇丹 立邦詹斯都只靠經驗和力量去進攻 他在進攻段多次快速佔據低位的位置 或者是讓AD牽制對手自己再進行內切 但他亦因此而多次衝入了人隊 造成了全隊最高的6次失誤 南蘇丹這樣的策略都使得美國隊正選4人 Curry、Jason Hitton、立邦詹斯 和AD的正負值都是負數 而這次美國隊贏球的關鍵都在於後備 正選中還有Curry、Booker 這兩個防守能力不強 身體運動能力都不算強的球員在陣 但以Anton Edwards、Drew Holiday、Derek White KD和艾迪巴藥所組成的後備陣容 後備的陸軍雙鎖 Drew Holiday和Derek White 都有著出色的籃球智慧和防守能力 Anton Edwards也有著出色的身體天賦 艾迪巴藥和KD 有著長刃的身軀風扇的運動能力 他們憑著死亡前妖和無限溫防 打出了極具窄色性的壓迫防守 在第二節瞬間建立起19分領先優勢 期間KD和Anton Edwards更加打出了 各自的兩次投球 艾迪巴藥和Derek White各自都有一次投球 這一輪的防守攻勢 都一口氣擊潰了南蘇丹 他們全場都打出了13次投球 7次封鎖 武持球進攻高手在陣的南蘇丹 竟然在陣地戰中 都無法攻破美國隊的換防策略 而上場打出了歷史級表現的KD 今場就打出了較科書式的防守 他在後備代替了AD的位置 和艾迪巴藥成為防守組合 無論是單防換防 If防護框 論換防守都一併承擔 作為一個七尺高又非常靈活的風扇 他確實都有能力打出這樣的防守 他上季在太陽無疑就是球隊防守核心的存在 只是沒想到來到美國隊 他都會願意去承擔這樣的防守重任 他們的後備在進攻段的表現都可以說是可圈可點 他們靠著Anton Leveres和KD輪流持球進攻 逼南蘇丹收縮協防保護禁區 其他四人拉開空間預備將行投射 而艾迪巴藥和David White都能夠好好地 把握空位的位置四入三分 都為南蘇丹的防線帶來沉重的打擊 高壓防守加上簡而精的進攻 這次美國隊的後備都打出了過去夢幻隊的風範 亦為他們帶來這場勝利直入百球 從這場比賽來看 都明顯看得出 David White在國際賽的作用都是比Kurvey大 至少他在防守端都能夠提供貢獻 防守、單防、撃防、樣樣都可以 進攻端也能夠穩定提供 接球投射的三分、奶海空間 雖然他的持球投射 和無球跑動都比不上Kurvey 但在美國隊那麼多人懂得進攻的情況之下 其實進攻端少了Kurvey的影響力 都未必會很大 不過當然 現時Kurvey正選作無球跑動 擾亂對方防守 失落他們的體力和專注度 再讓Anton Edwards Derek White、Drew Holiday、KD、Adebayor 這個防守能力極強的防守組合上場 收割比賽 這個平衡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唯一未能解決的 都是MB的角色 以及在場上的安排點 這個點解決不了 美國隊真正的威力 或者都未能夠打出來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呢? 歡迎留言一起討論 記得按LIKE 訂閱支持 喜歡Supper Friend 之前都可以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